接下来我们来看,昨天的影片我也把它传上去了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边看到 昨天部分重点大概就是负回圈 跟坏回圈 那其实负回圈改坏回圈 之间我有讲过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以后的话基本上 当然你说用负回圈好 用坏回圈好 其实有时候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就是看你习惯的写法 也就是说呢 程式真的你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撰写 只要不要写错 不过刚开始也许你们没有那么厉害 你们可以先模仿开始 然后记得那种最终的规则一定要OK 你不能说用自己的 自己创个规则不行 那规则就是死的 死的东西你要固定 但是活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再去有弹性 这可能你慢慢要去 通过就是实作 你经常去做 然后建议是不断去改程式没关系 错了它会出现错误 那你尽量去修正就好了 错了修正错了修正 所以为什么也会有达人 达人就是他错误修正经过一万次以上 真的就一万次 反正就是说非常多的次数 之后他就是这方面达人 就没有人可以过得了超过得了他了 因为什么事情遇到 他都遇到过了 所以这很厉害了 所以其实程式也是一样 其实我不管说在生活里面 不是只有程式这件事情 任何事情其实到底好像都是相通的 你只要愿意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 正面看待事情 比如你遇到事情了 你就要先放松心情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你不能乱了 你一乱之后 接下来当然就是悲剧了 对不对 但最后你要把悲剧变成喜剧 这中间是要非常多过人的智慧吧 我觉得 而且还要有一种那种淡定的心情 因为你不定的话 你根本就乱了 你乱了你就根本不可能 就把那个事情再慢慢把它做好 所以那种情绪管理 EQ可能也是很重要 当然职场上面不是只有专业技能这一回事而已 它也许就只是其中之一 也算是一个敲门砖 你进得了 但其他地方也非常重要 那再来的话 我们昨天有还有讲到有关 就是说那个回圈的一些变化 然后包含就是说 偶数连加 或者像一加到九十九 等等的相关变化 然后99层发表 所以九十八回去的话 请各位还是试着把它重新再做过一遍 我们会有两个回圈 for I 然后for Trey 另外的话会最重要有一个叫format的东西 如果你不用format来写 也可以做出来 但是 相对于format会复杂很多 所以其实在程式里面 如果你用format来写 很多程式会变得相对的比较精简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信号输出三角形 那三角形不是只有正向反向 还有加空白 其实你可以画一棵树 像之前也有同学 画一棵圣诞树 或者是画一个什么样的图形 用信号去画 可不可以 对称的那个形状 其实都画得出来 但只是说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要怎么样刚好 哪个地方要 哪个地方不要 其实这个概念 你也可以把它转换到 类似像LED那种 像现在很多看板那些 其实它的概念也类似 只是说输出 我们是输出到萤幕上面 它是输出到LED上面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排列这些矩阵 让它看起来能够跑出像你要的那个样子 那影片的部分的话 我也把它传上去 总共会有12段影片 你可以针对你比较不熟的那一段影片 去重复再去把它看过 反正有些人就觉得 我是觉得这有点像耳濡目染 有点像洗脑 也不是洗脑 就是让你 像以前同学常常会有问题的 后来听了几遍之后 都听几遍之后 再也不会问问题了 因为他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所以有些东西知道了 但第一次听也许听不太知道为什么 听第二次慢慢懂 听第三次也许 哇 彻底懂了 然后再做一遍 就没有 毫无疑问了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会发现好像刚开始会觉得很困难 但是多做个几遍 其实事情就变得简单了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当然万事起头难了 如果你进去之后 就是做了之后 越做好像越简单 做了之后 做一遍之后 你就觉得 其实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 不过记得就是 还是要把整个过程 还是要稍微记录下来 不管你是用写一些文字 照个像 或者像我一样录影 其实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千万不要相信 你永远会记得 这些做法 因为你的记忆力 有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不过可能很快又忘记了 你下一次如果人家考你的时候 你可能又不是那么清楚 那这可能就要想一些方法 让你保持这个最佳的记忆状态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Eclipse 开启如果说你在家里 像昨天有同学问到 就是那个 如果你是用我云端上面的什么呢 有会有两个版本吗 如果你是用这个版本 它是32的 这个是64的 如果是64恐怕你 假设说你家里没有装那个Java JDK的话 你这个I586这个 这个使的就是32的 也就是说这个是for这个的 但是这个的话呢 你可能要装的是 那个Java的64委员的版本 那64委员版本 基本上64的哦 那要在哪边找 基本上因为Java这家公司 现在已经被那个Oracle这家公司给并购了 所以如果你要找这个Java的东西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到哪 这个Oracle的官网 Oracle应该知道这家公司吧 这家公司的资料库非常厉害 目前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大的资料库公司 就是一般中文要翻译成甲骨文吧 Oracle这家公司 然后Oracle这个网站里面 如果你Google一下 Oracle这家公司 叫甲骨文 而且他的收益这么多 398亿 400亿美元哦 也就是他的一年的营收哦 如果再乘以31了吧 乘以31的话 是兆的 OK 兆哦 跟一个台湾的那个 这个政府有个比了 一年台湾大概总预算应该两一兆多吧 两兆 对 那所以你看他一年的营收哦 就跟那个 我们的资 营收哦 对 收益啊 OK 全球收入第二多的网络公司 OK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Oracle 或者有兴趣到Oracle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他目前的话 这边主要就是说 你可以到他的官网 Oracle官网 如果你要下载的话 这个是他的官网吧 你可以到他的有一个 Dunload吧 这边有没有Dunload Dunload 那如果你要Dunload的是什么 Dunload的是Java的东西 这边就有了 Java点进去 然后他有所谓的JDK 有没有 那JRE的话呢 就是实RUN 就是你要去RUN 其实装这个其实就可以了 RUN 就是你要执行Java的程式的话 一定要装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要开发的话呢 就是追D D的话就Design 就设计 Java的应该叫什么 D的话就Design 设计的Kit 应该就是一个打包的东西啦 OK 然后呢 你如果要下载JD 我是建议你下载这个 因为你可能未来也许 想要再学一下Java的话 你就装这个就可以 然后配合什么呢 配合我们的Eclipse就可以了 因为这Eclipse本来是 要拿来写什么 写Java的 所以如果说你Other 你这边其实可以写这么多 写 写Java的 有没有 Java这边 Java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写Java的class 这边就可以了 本来就可以拿来写Java的 只是说我们把它拿来写Python而已 OK 然后你就要把它 这个装的方式下载 这边 然后呢 就点选什么 点选它这个最新的版本 SE的这个12.02的版本 然后这边有个download 这边就会出现很多版本 有Linux的版本 有那个Mac的版本 也有Windows的版本 有没有 那Windows的版本有 EXE跟VIP 那一般建议是EXE啦 就让它好 那你当然点击它之后就可以download 不过它会跳出这个讯息 Sorry 这个你必须要怎么Accept Accept在哪里 在这里 要点它一下 OK 不过它常常有时候忘了点 因为它太不醒目了 点一下 然后再把它download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JDK就可以下载 你就把这个装起来之后 像昨天同学有问说 它笔电不能开Eclipse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把它装起来之后 你的电脑就可以跑Eclipse了 OK 大概这个问题 就把它装一下 或者是说呢 你怕找不到 我看看 因为这其实说 有一点需要做蛮多动作 我干脆把刚刚下载的东西 直接就放到我的云端好了 我就把它搬到我的云端 就在这里了 有没有 开发人员里面 所以呢 大概一分钟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叫JDK12 那个12的版本 你们就直接下载这个安装 就OK了 在这里 那这个是X64的 64美元 X5 i586就是32美元的 OK 大概是跟各位讲一下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再来看 就是说 昨天我们主要是讲到第三个单元 所以一样我们把第三个单元里面 那打开当然我们昨天的相关程式 比如说从1加到99这边都有 然后底下的话呢 还有很多道的题目的解答 这边都有 也有程式嘛 甚至我有这边有提到 如果说用VBA输出的话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对VBA输出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稍微把它执行看看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输出三角形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File的版本 File的版本 也有输出99成8表 那底下的话呢 可能会有几道题 请各位思考一下 就是什么呢 判断直数的问题 什么叫判断直数 这个所谓的直数 各位应该知道意思吧 就是说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这个中间的其他的数字给整除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直数 OK 除了1和自己本身以外的中间都不能整除 所以你可以跑一个回圈 For I in range 从2开始 到自己的前面一个 然后做什么呢 做用百分比嘛 百分比不是求余数吗 如果余数不为0的话 那它就是直数 如果为0就是可以被其他数整除嘛 对不对 你就跳出说 比如说 你先input吧 比如A等于input input是什么 input的一个数字 然后你enter之后告诉我 它是否为直数 就这样而已 它程式该如果撰写了 底下当然有一些参考 不过呢 你也可以自己先不一定要看 比如说input是不是一个prong 那这个prong出入之后的话 让它判断一下 有没有 跑一个什么百分比 是否等于0 如果等于0表示被整除了 那这就不是一个直数 反之就是一个直数 不过这样的写好像 还是不够轻简 可以再想想看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利用那个昨天讲过的回圈加逻辑判断 写写看那个直数的判断部分 逻辑其实不难 而且像这种题目 一般那个考试很喜欢考 所以也许你去面试的时候 他说你会写拍摄 那好我出一个题目给你 你写一个是否为直数的程式给我看一下 对 当然你写得出来 才有办法进入下一个关卡吧 很多公司其实或多或少 也有可能会安排像 那个测验 就是说你去之前先测验一下 因为面试人可能太多了 他不可能说每个没面试 他就先怎么 先来一个题目吧 刷掉之后进到第二关 再下再来才有机会 所以有时候其实 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上课有认真的去做 我觉得应该这个题目 应该也不算太困难 试试看好了